针对各界关注新清安贷款方案 传出有投机跟炒房等事宜 财政部也在今天公布了第一波的查核结果 发现总共有1502件的违规案件 而其中有高达9成 他们都涉嫌把房子再拿去转租 财政部表示将会停止借款人的优惠方案 并且也会追回补贴利息 重新议定贷款条件 那么就有房产专家 以一年期的借款户为例子来估算 发现一年要多缴回4万元的利息 新清安优惠房贷方案申请热潮不减 但也衍生出不少投机客或是贷后转租等问题 财政部近期就针对首波已核贷 而且疑似是高风险太阳的案件进行查核 结果发现共有1332件设有出租情势 占了违规案件近9成 另外170件则是人头户 加总共有1502件并未符合自助使用目的 财政部强调因为新清安贷款方案属于商业合约 双方没有签订违约金 因此违规的案件不会有其他的罚款 只是过去新清安贷款方案被外界认为是炒房帮休 而这回稽查结果违规的案件仅占了整体贷款件数的大约2.3% 有房产专家认为对房市的实质影响有限 因为被查核到的个案事实上没那么多 所以讲他是炒房元凶似乎有一点夸大 如果说要在有一些复杂上面的操作 可能会是针对人头户去做多重的持有 他在资金的部位上面 大概也不大需要去贪测 清清安一点点小小的利润 为了严防乱象再起 财政部已限缩新清安贷款方案 每人只能限贷一次 并且要签自助切结书 就派能让政府美意能真正诱宅到口上 这里是黄生权台北采访报道 健保没有保障点值 引发一届的反弹 而对此立委就提出 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草案 要透过修法来保障健保点值 每点0.95元以及1元 今天下午朝野党团协商结果出炉了 维持现行条文 会服务在明年6月30号之前 要达到平均每一点0.95元 而点值保障没有入法 让一届知道之后也很担心 没有强制力 在未来恐怕会出现变数 另外一改会也强调 提高平均健保点值 就怕人民在未来 可能要缴纳更多的健保费用 健保为保障点值 一届传出反对声浪 争论不休 对此有立委提出 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草案 透过修法保障健保点值 每点保障0.95元及1元 16号下午朝野党团协商结果出炉 采取决议方式维持现行条文 而卫福部应进行健保改革具体措施 在114年6月30号前 达到平均点值1.0.95元 如果没有入法 其实是把所有的财务责任 全部加到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身上 那既然是一个平均点值的概念 它就是有高有低 我们希望在明年6月30号以前 每一家医院它的平均点值 能够都有0.95以上 以今年第一进来估算 全台就义分区一共6区 门注诊平均点值为0.917元 若明年6月底提高为平均1.0.95元 外界担忧 民众恐怕需要多缴纳健保保费 明年的安全准备已经将剩余一个月 政府在为提出有效控管的因应措施之前 势必会让健保财务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而这些无论是保费调涨或者是公务预算 其实都来自于可能会加重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负担 而朝野党团协商另通过四项附带决议 除了要求召开跨部会医疗改革会议 也要求设立法规规范健保点值 优先用于提升医生人员薪酬待遇 另外针对指示要退出健保给付 三个月内提交报告 一年内制定药价调整机制 逐步达成合理药价等措施 希望提供更合理的健保财务环境 而健保保障点值确定不入法 但该如何妥善运用人民的纳税钱 以及如何达到不同层级医疗机构 与医护人员收入平衡 将是健康台湾政策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期间参与林一新台北采访报道 百日核疫情也烧到台湾来了 机关署公布国内上个星期 就新增加四例个案 今年累计确诊数达到十二例 创下五年来同期新高 而至于新冠跟泪流感疫情 则是双双降温了 高峰期都在七月初就已经结束 预估八月渴望陆续脱离流行期 但是受到新冠变异株LB.1的影响 新冠疫情不排除在九月份 卷土重来 百日核赶郡 悄悄在台湾扩散 机关署公布国内上周新增四例 确诊百日核的个案 其中一名北部一个月大男婴 不只核到兔 更住院超过十天 还有南部两个月大男婴 以及三十多岁女性 两人是母子关系 属于家庭群聚 统计今年以来 已经有十二例确诊 创下五年来同期新高 而三个月以下 婴儿的感染案例 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二 还没有打疫苗发生这种 产生抗体之前 他很容易被感染 家长就是说 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咳嗽 就要赶快寻求就医治疗 看到就是邻国 中国韩国 还有菲律宾等等 包括欧洲美国澳洲 也都是持续在 喷发这些大量的病例 暑假期间有一些 要出国旅游的 百日核相关的疫苗 能够接种完整 至于新冠跟类流感疫情 则双双呈现降温趋势 高峰期都在七月初 但想脱离流行期 新冠得等到八月中旬 类流感则是八月初 不过由于新冠病株 LV.1在国内的感染占比 逐渐攀升 可能对后续疫情发展 带来变数 LV.1的上升 有可能会让这个新冠的疫情 在九月以后的秋季 在卷土重来 希望说到时候开打 这个流感跟新冠的疫苗 能够压到比较晚一点 在发生 正值暑假期间 面对病菌传播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得防范 综艺天王吴宗宪 对大巨蛋开炮了 因为碍于建筑法规的关系 大巨蛋还是不能举办演唱会 这让献哥非常的不满 现在是把炮口对准北市府 炮轰根本是官商勾结 还公开喊话说 他的目标就是要到大巨蛋开场 跟大家正式宣布 我要开大巨蛋演唱会 即将担任好友陈晓东 小巨蛋演唱会特别嘉宾 走一天往吴宗宪 却不满足 台上突然公开表态 自己的目标是争取大巨蛋开场 这个什么鸟规定嘛 智商有问题的人才在 不要攻击人 市政府真的头脑有问题 跟人家签的一个 那里不能开演唱会 话风一转 字字句句却剑指台北市府 炮轰市府官商勾结 才会导致大巨蛋开场梦 看不见曙光 比如说我加入那个 没有我加入那个球队 假装打棒球 然后一半以后音乐响起我开演唱会 话说得很酸 憲哥将不满一次宣泄 就连主持人都快招架不住 只是会这么气也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大巨蛋受限建筑技术规则127条 迟迟无法办演唱会 北市府和内政部多年来也都没有积极修法 就连监察院都出手纠正 当然是希望能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 能够来回应各界对于日后有这样子活动的呼声 那也都很努力的来进行推进 继终建议之后 吴宗宪也表态大巨蛋开场愿望 大巨蛋演唱会难题 就看中央地方如何接招拆弹 今天台北最后报道